明日香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那么优秀的自己竟然会沦为一个备胎 并且这个懦弱的小渣男竟然还会卡到颈子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明日香为什么会第一个从LCL之海中出来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艾瓦人物传明日香完结篇真相 咱们书归上文 上次说到明日香给了真似两次机会 可是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从此骄傲的明日香再也没有给过真似机会 可他却越来越依赖真似 这是为什么呢 明日香对真似的情感很复杂 他喜欢真似吗 当然 不然他也不会给真似两次机会 可他又讨厌真似 因为真似和他太像了 他们同样渴望被认同 他们同样孤独 他们同样渴望着被爱 他们同样极度自卑 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 一个是异常的自信 另一个是选择逃避 而且两个人长得都一样 你说气不气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真似是明日香的翻版 准确的来说 真似更像小时候的明日香 像那个内心深处 他不愿想起了回忆 所以明日香他讨厌真似 因为他讨厌那个脆弱的自己 他讨厌那个不足的回忆 我好不容易才把那段回忆忘掉 不要让我再想起那段回忆 这而明日香不愿意再给真似机会的另一个原因 而明日香讨厌真似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源于他的自信 前面说过对于长大后的明日香 自信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也是他脆弱心灵的最后一道屏障 从小到大一直是第一 他的成绩永远是他落实后的最后一本道理 因为至少在他失去一切后 别人依然会因为他的成绩 关注他和称赞他 他这道屏障在第16季时 却被真似打破了 在同步率测试中 真似首次拿到了测试第一名 让真似信心大增 难得一见地露出发自内心的笑脸 这里多提一句 明日香同步率之所以没有超过真似 应该是因为昨晚真似木讷的表现 以及加持和美里的约会 这点在16集的开始就有所表现 明日香表面因为水烫和真似发脾气 实际只是随便找个窑口向真似发口罢了 而逆来顺哨的真似也习惯了出现这个角色 就像明日香说的 而当美里劝驾的时候 他又把窑口对准的美里 将自己对美里和加持约会不满的情绪 毫无保留地宣泄而出 顺便这里还提一嘴 美里最近对真似过于宁爱的问题 其实美里这时候还没有察觉到 他对真似的感情也慢慢有了荷尔蒙的反应 这里具体我们在美里篇章会提到 话题吵过来 被真似轻易超越的明日香自然非常不爽 在更衣室一顿冷嘲若风 明日香的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力听的 他希望力能有所反应或安慰或争吵 让他心里的这股火有地方发泄 可力却选择了一个最让明日香难受的错法 不是他 所以当有喷子骂你的时候 你就别理他 一会他就自己能给自己吸收脑血章来 信心暴增的真似在对对兵天使 是擅自行动被兵天使吸收 这里可以看出明日香心里还是非常吸引 对兵天使嘴上说着笨蛋 却驾驶着二号机不入一切的反应 而在美里下令撤退时 明日香第一反应也是 等等他想救真似 可这句话却先让力说 力也很关心真似 让明日香沉默了 然后在天台上明日香继续着他的冷嘲热讽 如果这里他是用这些话来掩饰他的担心 只是这次他引来了力的责问 力不懂明日香的心 他只是不需要别人说真似坏话 尤其在这种时代 而力的话也深深刺痛了明日香的内心 你只是为了别人的称赞才驾驶 从这以后明日香开始密切关注力和真似的行动 他开始生气吃醋甚至嫉妒 他不希望有别人喜欢真似 他希望真似只属于自己 然而他最不希望的 就是输给力这个没有感情的人偶 而后因为情绪的影响 同步率也开始呈现断崖式的下滑 这种恶性循环在22级达到了顶峰 连续被给侠天使和力天使 让明日香的自信趋于崩溃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了刚恢复的真似 就和力粘在了一起 骄傲的明日香心里有说不出的伤感 明日香第一次承认他输了 输给那个他最不想输给的人 林波力 可就算这样的真似也依然是明日香心中的那个依靠 在他的继母来电话后 明日香还是和真似说了一些内心不愿意告诉别人的话 而后他和力的最后一次冲突在电梯中爆发 现在这个拥有部分感情的力本来是好心提醒明日香 可在明日香看来历史在嘲讽 在一番友善的交流后 接近崩溃的明日香说出了那句话 我讨厌你们所有人 他已经不愿意再去理解别人了 跟着鸟天使入侵明日香崩溃 除了小时候的事情外 在明日香崩溃的画面中出现过最多的人就是真似 这首真似在明日香心中的地位已经无可替代了 而后明日香彻底掉线 在R23话中已经无法驾驶二号机的明日香 回收时依然念叨了 为什么那时候不派真似来救我 尽管这首他已经崩溃 对于明日香来说 真似一开始只是加持的替代品 当然他还有另一个作用 就是利用真似来衬托自己的优秀 可当明日香发现真似不再只属于他时 很不爽 这感觉就像当你有了一个备胎时 尽管你没那么喜欢他 可你还是希望他只属于你一个人 但这个备胎有了别人喜欢时 你会很不爽 你希望赢回备胎 让他重新只属于你 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发现你爱上了备胎 正巧这个时候你的男神或女神挂掉 你所有的精神寄托都放在了这个备胎时 可备胎还是和别人好 而且在你遭遇危险时 帮你的并不是他 而是那个情敌 所以明日香对真似的感觉 你可以理解为得不到的勇敢在骚动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俩太像 或是内心孤独的相互慰藉 或是少男少女的朝夕相处 对于明日香来说 真似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懂他内心的人 所以他不想放弃真似 他不想放弃这个唯一能了解他内心的人 他不想放弃这个唯一能让他心灵有所依靠的人 顺便说一下真似就是安野秀明内心的形象 明日香就是日高法子的原型 而日高法子曾多次拒绝痞子的求婚 所以明日香不管怎么样都会喜欢真似 你可以看作痞子的另一个恶趣味 那真似为什么要卡明日香的颈子呢 这里要简单带过一下真似这个人 前面说过真似和明日香很像 他也渴望别人的关注 也渴望别人的认可 可他和明日香不同 他很懦弱 遇事喜欢逃避 这次造成了一个很矛盾的行为环 他渴望别人认可 可是遇事又喜欢逃避 逃避后就没人理他 所以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他 他一边逃避一边等别人拯救 他害怕美里的冷漠 害怕三后里的陌生 他害怕他爸爸 害怕他妈 所以他逃到明日香身边 他一逃再逃只是为了不受到伤害 而当他虚伪的面具 被明日香揭穿时 脆弱的真似受到了自己 他祈求着重复着 救救我吧 不管是谁都好 不要抛弃我 不要杀我 可明日香无情地拒绝了他 明日香让他明白了 他自己口中所谓的喜欢 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借口 他只是希望自己 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享受别人给他的关怀和爱 没有人愿意 一直给他同情和怜悯 他只是一个懦弱 且自私的胆小不配 无法面对现实的真似恼羞成怒 再加上真似主世界 自我意识的崩塌 真似第一次在他的意识中 卡住了明日香的颈子 注意这里的意识世界 是明日香和真似意识的交融展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里明日香说的 就是他内心想表达的 并不是真似的意想 而第二次卡颈子 也就是真心位于结尾那次 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答案 这个答案由一位美国的 Eva爱好者 在CMC这种 翻译过来的权威答案 我就直接给大家订阅了 真似放弃了 这个所有的新荣威一体 无差别的接受了别人的事情 他渴望与他人的生活 即使有时候别人会拒绝他 甚至会抗拒他 这就是为什么他醒来后 头一件事 就是把手放到明日香的脖子上 去感受他人的存在 去确认别人的拒绝和否定 而明日香为什么会第一个 从LCL之海中出来呢 一方面是因为明日香在死与新生中 感受到了某些的灵魂后 先一步完成了不完 第二个原因就是明日香说的那句 我死也不会和你这种人 他拒绝了真似 保持了最强烈的心灵之力和独立的个体 所以他成为第一个从LCL之海中出来的人 而最后对真似的抚摸 也表现了明日香心理上的成长 他理解真似 明白真似只是害怕被拒绝而已 所以真似才会出气 而真似最后真的成长了吗 他又为什么会对着明日香 变成蜘蛛侠呢 而他选择驾驶出号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下棋 艾瓦人物转至真似 最后白师吧 你骂时才是紧门敌意啊 就在今天